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 一周之内 北京有三家核酸检测公司被举报 被拿获 被吊销执照 被抓了 这件事 让很多市民 很多观众 很多网友拍手称快 说北京警方动作怎么那么利索呀 我后来仔细研究这件事 我才发现原来这件事 和一个外国人有关系 在一个外国人那儿得到启发 警方不控重视线索 顺藤摩瓜 所以就取得了这么一个阶段性胜利 我把它叫做小胜 有人说 北京市警方连抓了三个这种团伙作案 核酸检测 动手脚的 怎么叫小胜呢 我觉得吧 我们对警方已经取得了胜利 还是要取谨慎的态度 为什么说小胜而不是大胜 因为你抓了三个蟑螂 你知道屋里一宫有多少蟑螂吗 有些地方的蟑螂看见了 逮住了 不敢弄死 又放了 甚至人名都不敢提了 戈壁王 黑不提白不提了 那北京警方现在的三个是手起刀落 下手很快 但是这事抓了三个蟑螂 还有多少蟑螂 这事现在呢 没有数字啊 比如河南就不了了之了 河南那家叫金玉的公司 跟北京这家叫金准的公司 你看人都都忘了自己脸上贴金呢 金玉那家公司后来就被 就黑不提白不提了吧 不但黑不提白不提了 而且抓的不过是个普通员工 北京直接抓你法律代表人 直接抓你这个所谓企业实际操控人 是吧 河南那事儿拉倒了 知道不知道 河南那家 还跟 跟我关系比较密切的 联想公司有关系 知道吗 但是这事儿就推不动啊 后来就 你怎么上网问 这事儿就泥牛入海 无消息了 合肥也不了了之 合肥连续作假造假假洋性 假阴性 合肥市政府最后就说 我不跟你合作了 在合肥地面上 我不跟你合作 也惹不起啊 对吧 上海这件事情 现在还没完呢 不知道会不会不了了之 这上海的事儿咱不敢说 但是就在北京一周的时间 三家核酸检测机构爆雷 北京警方手起刀落 连着逮了一堆人 按照正常的公安业务办事儿 就简单 公安业务办事儿 就老警察过来顺藤摸瓜 然后就 到哪 线索到哪 那就逮到哪 比方说某公司 开始只抓了个姓王的 后来又逮了一群 张王李招一道堆 对吧 抓了一个 接下来又抓了六个 为什么呀 涉及到你了 抓了一个 紧接着当天又逮了 我说六 六个 我还说错了 这是十六个 知道吧 为什么 你们都有关系啊 原来你们是团伙作案 先逮的那个是法定代表人 后逮的十六个呢 是和这个案子有关的 好啊 这符合什么原则 符合隔壁王奶奶 经常叫到我们的 秦贼 先秦 秦王的原则 打蛇 打七寸的原则 现在呢 大家已经知道了 除了核酸检测公司当事人之外呢 北京是某一级别的某一级别的卫健委的个别领导 也和这一类事情有千丝万里的联系 北京警方做法是一勺会 啊 利索 据说某公司啊 某公司 那个案子是这么来的 得到线索 公安局呢 就到那叫审实案子 什么案子 取证啊 取证的时候呢 哎 一问 警官很有经验的 一问 哎 你是说的 你是说 你是说的 你们几个一对 啊 落了破 破绽越露越多 这行动太发财了 混减利润高达200% 乃至300% 乃至更多 我的一个律师朋友就非常气愤 律师按说说话 都司法工作者们很严肃 他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一定要把他吃到嘴里头 都给他抠出来 抠这词都用了 都叫他必须吐出来 要把他们赚的黑心钱 全部赔偿给 因为他们核酸检测 做手脚 而被耽误的那些单位 和那些打工者 我赞成 有人说 今年太难了 上 这五个月了 马上半年就过去了 只上了24天班 说我们家孩子 只上了7天学 房贷没还完 单位不开工 拿不到工钱 吃喝拉撒 哪一样不要钱呢 而且东西比以前还贵了 老百姓日子难呀 所以我一看到这样的留言 我就更觉得那些 丧良心的家伙 核酸检测 做手脚 你说你们发财就算了吗 你发国难财 十恶不赦 马克思有段名言 说利润在50%的时候 资本家就会蠢蠢移动 利润在100%的时候 资本家去冒险 利润300%的时候 资本就会敢于践踏一切 人世间的法律 有人说这是卡尔马克思的话 说的好 谁说的都好 卡尔马克思 德国人 长时间住在英国 卡尔马克思写作的地方 都去过 他的大英图书馆 我也去过 马克思故居 我也去过 他老人家这些话 我可以肯定的说 对北京警方办案 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你赚钱可以 你黑心不行 你违法不行 你草菅人命 你伤天害理不行 不但如此 这事你眼神开来 你想一想 我们中国的现代化界授 到了这个结构眼上 小平同志当年 说百万富翁都不可能出现 现在小平同志 怎么也不会想到 市场经济 这东西搞起来之后 资本可以强大到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不是形容词 你想一想 这不夸张 中国的顶级富豪 他们的财富 比起很多国家 整个国家的GDP来 少吗 就举许家印钱来说 许家印光是人家 从银行里借出来的钱 就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内生产总值的2% 相当于全上海 GDP的一半 这还不叫富可敌国 叫什么呀 无论是大富翁财富的富 还是大富翁负债的富 这都不得了呀 小平同志想到这个画面没有 挣钱可以 发展社会与市场经济让你挣钱 但是你的照照纳税呀 你的守规矩呀 你们的啥钱都挣啊 核酸造假 对吧 核酸造假的钱你挣 你这个都太丧良心了 疫苗据说也有造假的 这咱们是不是或者偷工减料 这是咱们有证据 我可不敢乱说 是吧 反正核酸检测 丧良心的钱 现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 北京警方一个星期之内连拿了三伙 可见这个东西有一定的普遍性 在北京尚且如此 这种国难钱往兜里揣 你挣钱挣出毒瘾来了 对政府戏弄戏弄官府 祸害百姓 窥视权利 政商勾结 为所欲为 如果你们把你们这么干的话 把你们叫做不法资本 把你们的法庭代表人 把你们的实际控制人 把你们的影子股东 把你们都叫做不法资本家 您觉得词怎么样 这词有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 如果不适当的地方 你指出来 我们还可以改成别的词 不法资本家 黑心资本家 不都是你们吗 别老弄一个什么 我是民营企业家 不法就是不法 管你什么营啊 现在有一种可疑的舆论 借口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生产生活这些受到影响 要求那些人 哪些人呢 比方设限国有资产流失问题 到现在为止还没了的 柳传志们要他们回来 说人家资本家扎堆的那种类似于泰山会 还有什么会 什么会 什么会 说那些人呀 应当呢 获得与他们的财富相适应的社会地位 否则在中国就叫做打压资本 他们说啊 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 一个口口声声说 要搞市场经济的国家 不重视商人 不重视这个企业家 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意 他们从来就不提 绝口不提 奸商 不法奸商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该当何罪 这个柳传志们不是不可以回来 可以回来 但是以什么面目回来呀 回来讲清楚 涉嫌巨高贵有资产流失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仔细看了他们发给我那些文章 他们的逻辑呢 也很简单 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反对资本野蛮生长 伤害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和投资热情 说呢 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鼓舞了民粹 不尊重企业家 所以你的经济起不来 你活该 这逻辑太野蛮了吧 这逻辑比野蛮生长的资本 更野蛮呢 但就这个东西在一些人那 居然还挺有市场 你知道吧 正常吗 所以我说这舆论可疑 这个怀疑不过吧 明明是你闯后灯 你酿事故 你造势逃逸 你回过头辱骂警察 辱骂官府 对苦难的老百姓 你没有一点悲悯 反而趁乱 要挣更多的钱 要拿更多的权利 甚至要挟政府在 经济困境的情况下 向他们低头 要把他们当爷一样请回来 你说你们的想法 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跟各位讲 现在呢 国内的形势有两点变化 第一点 核酸检测费用呢 现在 我看国家发改为讲了 现在核酸检测费用 得从地方财政里出钱了 别看就文件里写这么一句话 天呐 这句话 这一句话出台 就意味着核酸检测的动力学机制改变了 就意味着核酸检测这件事情运行的规律方向 依此而发生变化了 谁掏钱的时候 这都是个大事 知道吧 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顾及中央关于精准防控 精准二次 任意扩大范围 有事没事跟你来上几轮 查 乃真一天一轮 这事 可以肯定的说 一定会大为减少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核酸检测公司 他们的活也没有原来那么多的 第二个变化就是 一呼寻常的速度 复工复产 复工复产 过去我们的老词叫抓革命促生产 现在叫抓防疫促生产 复工复产 对不起 没有抓 这抓防疫促生产 这词是我下编的 上海带头啊 要把损失夺回来 眼下的整个大上海 普通普西 国务院亲自督查 要排除一切干扰 复产接复量 复产就复工复产 负量就是要达到此前的那个产量 这个词是我的一个上海朋友跟我讲的 我说能做到吗 他说反正现在是要这样去做 现在是动态清零 大正方针之下 核酸检测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并且受到严格监管 要像北京现在这样 对那些在核酸检测问题上呢 抖机令 然后呢 掺杂使甲的 必须呢 要重拳出击 有人提议说能不能奖励内部举报者 还还什么能不能奖励 必须的 我举双手赞成 必须中奖内部举报者 为什么要中奖 因为第一土围子需要从内部突破 对吧 第二呢 你越是有技术门槛 越要找那些懂门道的人来 第三 那些犯罪团伙 团伙作案 他们不是铁板一块呀 我们可以分化之 瓦解之 孤立之 打击首要分子 说到核酸检测公司任意乎来 那前两天 就是前天晚上 我第一个上海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转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兴高采烈 但是我怎么听着 心里不是滋味 听他讲完了以后 我满心悲哀 故事的大意是说 上海兵江一号 就是前段特别有时间有名的 兵江一号小区13个居民 被中科润达核酸 检测标为阳性 送到你们13个 阳性要去方餐医院 疾控中心就准备 把他抢制拉到方餐医院去了 没想到小区里面住着一个大牛人 是工程院院士 正巧呢 是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专家 他还兼任过上海市科学主席 这是个女院士 女院士的丈夫呢 是北京的一位副国级的领导 于是院士怒了 院士说根据阿拉的活动范围啊 阿拉的活动轨迹啊 阿拉不可能是阳性 于是他怒了制电有关方面 要求复合 你想 趋极控他当然不敢怠慢 就复合了 院士复合了 其他飞跃水复合的一复合13个人 有一个算一个怎么复合都是阴性 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呢 哈哈大笑 那接下来的故事就是 净赚 3.5亿的 中科润达相关责任人 被立案侦查了 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句号 这个故事真的值得兴奋吗 有几个被检测者 自己是院士 正好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丈夫又是副国际领导 那我们普通老百姓 我们遭遇这个事情的结果 可能是什么 说到这的时候 您觉不觉得 这件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回过头再说 北京警方一周之内连逮了三伙 漂亮 必须给北京警方点赞 我是斯文曼 感谢收看 再见